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晚上好 歡迎大家收聽 You are live Hong Kong 娛樂一台 逢星期四的晚上11點都會有今期熱爆在陪伴大家 今晚繼續有熱爆主持 菲昇和Benny師傅在這裡 大家好 Benny師傅看來很開心 當然開心 做了這麼多集 二十二集 看法也有二十二集 今天是二十二集 今天是 是的 二十二集裡面 其實都是等別人做主角 永遠都沒有自己 多麼不開心 那你今天這麼開心 就以為是你 終於可以爭取主角關係組了 那遲些到你了 菲昇 但是我的主角想訪問我些什麼 我訪問你的感情詞 這麼危險? 是啊 不危險 最近你很熱爆 又很熱爆 其實我每個星期都熱爆主持 不是啊 我在說你的感情狀況 是 為何這麼說 是啊 不知道 最近有很多風聲 走漏了很多風聲 這麼厲害 我自己也不知道會走漏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在菲昇是很男人的 是 為何這麼說 雖然很多人都這麼說 然後很有大自然的職財 大自然為何這麼說 我不知道啊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全身綠油油 綠油油 為何呢 我不知道 所以可能你可能很野性 嗯 我在懷疑 是 很感性 是嗎 那真的有一天要帶你上來坐這個位置 是 雖然你這麼說而已 Bennie師傅 但正如所說 很多時候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一年過了之後 運程總是會轉變的 會的 你現在說到好像很好 但回看月曆 今天好像都差不多 2011年結束了 上年有人爭 那接下來一年一二年會不會有人爭呢 是咯 我們明白了 其實較早之前那幾集 我們都有請到紫微學的一個專家 朱爾芳師傅 就預測了我們來近一二年的香港經濟 社會 文神 那其實當然啦 去到這樣的時節 年尾 這樣 十二月尾 那今天二十九號 是呀 都在想著有什麼可以說一下一些熱爆的專題 嗯 那其實我們今天呢 都會想預測一下 就是一些理念的運程 那既然呢 今晚我要霸了主角來做 當然要 預測一些我比較拿手一點點 是 那不如說十二青座 欸好喔 那我相信十二青座呢 都是 很多人都很有興趣的 那但是呢 一般來說呢 我們都會用兩種方法 我自己 一是用 真的很正統的 去用一個尖聲殼 建一個盤 然後建一個星公圖 去預計一下 可能是 未來的十二青座的運程 那些行星會坐落在哪一個空位 嗯 但是我們今天呢 是做Live的 在一個節目上面呢 為求給大家多些東西看 是 我們用一個占卜的方法 去預測一下 十二的星座 未來一二年的運程 那因為我們的計法呢 我們西洋式計法 就是為新的一年一月開始的 是 那就是說呢 我們不是計農曆的喔 那就是過兩天就是了 過兩天就是了 那所以呢 其實一月一號呢 已經是一個新的一年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剛剛好呢 接到這個期 那可以跟大家 預告一下 不要說是預測 預告一下 然後呢 那一二年裡面 十二的星座的一些運程的各方面的走勢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 我們說的時候 真的有些趣味性 可以即場去用塔羅牌 去預測一下 每一個星座的健康啊 愛情啊 或者是事會是怎樣 是 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幫到大家多些 我絕對幫到的 相信 但很緊張啊 Bandy師傅打算第一個 跟我們介紹的星座是誰 那呢 其實 或者我們不如找到我們的情感王子 又關我的事 我沒有說了你嗎 什麼啊 這間房間只有你和我而已 我不知道會不會突然有人飆出來 這麼恐怖 那不如就 問問飛星 你是什麼星座 我是山羊座 山羊座 那不如說說你的生日日期 會不會不是那麼方便呢 有什麼問題 也不是記得說年份 其實可以說的 1月16日 咦很快生日了 是啊 多謝禮物 有什麼人跟你慶祝啊 沒有啊 那我雪辭前那時快 我就已經抽了 山羊座的一張卡 這張塔羅牌 大家看到這張卡很大張 好像歡樂卡 沒錯 那就是一張塔羅牌 OK 那其實這一張 大家看到 在鏡頭前面的朋友 會看到 就是一個小朋友 跑向一個 準備爆發的一個山洞 是 還有呢 身邊有一隻小狗 伴著的 嗯 其實呢 在我們的網上 聽到的聽眾 那我就可以說一說 這張卡其實叫 特夫 愚者 就是一個 畫面的愚者 就是傻瓜 其實呢 也都寓意了 山羊座的朋友 在2012年裡面 其實有很多冒險啊 很大膽啊 可以很大的創作的精神 嗯 那也都代表呢 可能在我們講工作先 工作方面呢 會有一些全新的一個工作方位 還有甚至有一些新的idea 可能可以去做的 那還有要記住就是 不要怕徹底 還有都不需要太過 畏首畏味的 可以向前衝 其實你都會有一個 幾好的新的突破發展 是 那同時呢 如果在感情狀況上面 如果 山羊座的朋友 今年2011年 是沒有拖拍的話呢 嗯 恭喜你啦 因為2012年呢 有機會遇到一個 新的對象 是 也都有可能性發展的 但是有個問題 可能因為有個距離問題 嗯 例如可能年紀呢 或者可能是思想 所以都會有一個 這樣的情況在 但是應該都會有 新鮮感出現的 是 那財運方面呢 新的一年呢 可能是那個 叫做賭博性 它比較高一點 即是說什麼呢 大上大落 所以要留意在財運方面 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說年頭 還是年尾 那些呢 你所指的是什麼呢 即是財運 財運呢 整年都會大上大落 即是說 當你有一次 可能是有一個 意外之財的時候 下次就有機會輸回 那也都 或者這樣說 可能在儲蓄的情況 要做足一點 因為這個特夫瑜者呢 亦都寓意了 你本身呢 可能在洗線方面 有一點點 呃 不受控 嗯 聽人說 所以山陽座的朋友 大家要留意一下 是 那健康方面呢 健康方面呢 其實可以看到 我這張卡的特夫瑜者 大家如果在螢幕上看到 他穿著一套藍色的 不是藍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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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的衣服 是 那是一套很鮮黃色的衣服 那其實也是代表 他本身的人呢 基本上整體都很活躍的 嗯 也都不需要太擔心 那但是有一點 就可能會是 有機會 如果瘦底的那些 山陽座朋友呢 要留意一下 恭喜你們 因為為什麼呢 終於都可以增房成功 是 嗯 那女士門不是很慘 呃 那說明瘦底的那些 我沒有說到肥底的那些 那肥底的那些那些 哈哈哈哈 就是下落山陽座的女士 是 那麽麻煩 那真的要小心一點 對啦 那不如我們都再問多個 嗯嗯 有什麽星座大家想知道的呢 其實 嗯 其實個個星座 我相信 大家都想知道的 好啊 那不如都講一下 講一下 天蠍座 好啊 我突然想起天蠍座 那不如我也抽一張天蠍座 那現在天蠍座抽到這一張 啊 對那一張世界 嗯 那這張牌是一張很漂亮的卡 也都是代表呢 世界大同了 是 甚至乎是得到這個世界 那當然啊 這張卡呢 也都配合天蠍座的特質的時候呢 天蠍座是一個很坐不定的人 嗯 嗯 還有比較懶啊 好懶的人來的 所以呢 Tout the World呢 我覺得呢 新的一年啊 2012年呢 天蠍座會更加懶 嗯 要留意一下 還有呢 更加坐不定啦 周圍走啦 那當然天蠍座的男女都好 在工作上面的發展呢 都會很順利 為什麼呢 好似如有神座 還有做任何事呢 都很順暢 也都可以說 為了任何座仔呢 都會有任何人去幫到你 嗯 甚至乎很多貴人 所謂的 那所以變成呢 好好的 對 不過呢 呃 錢那方面呢 可能會大花童了 還有呢 甚至乎是 洗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還有一些衣褲啊 鞋襪啊 甚至乎是飾物啊 或者是化妝美容的東西 會洗大了很多 嗯嗯嗯 感情方面要留意啦 如果你們本身是有對象在的話呢 就要開始要學懂珍惜啦 為什麼呢 感情啊 人緣太厲害了 你站在那裡也會有人埋伸的 噢 這麼糟糕 是啊 所以如果有 假設性你的伴侶是天蠍座的 要看緊一點 真的 要留意一下 有沒有說男生和女生會比較厲害的 嗯 男女都一樣 還是一樣的 所以呢 如果你另外一半是天蠍座 要在記錄一點 如果不然呢 出事就不要說我不告訴你 是 那他們的健康方面又會是怎樣的 這方面呢 又要留意一下啦 因為呢 天蠍座的人呢 就出了名字 這麼難聽一點就是雜食 噢 就是比較 什麼都喜歡吃 是 還有 不是太少一節制 再加上 對那些世界牌的影響之下呢 會令到他們更加更加呢 是會亂來 是有事 不是有事 那最終呢 可能是會壞了自己的肚皮了 嗯 那就是 基本上 除了健康和感情方面要注意一下 嗯 其實都挺好的 挺順利的 OK的 那麼 不如說說第三個吧 有沒有時間說 第三個呢 我都很想和大家快點揭曉 但是呢 當然要先賣個關子 待會兒 遇下下來的十個星座的運程有位怎樣呢 回來再問問Benny師傅 好啊 回到第二節的今期葉爆 如果聽眾們都很心急想知道你們的星座是哪一個 運程是如何呢 不妨可以打上來我們的熱爆專線8101-11515 可以要求Benny師傅優先說 那你先都可以的 但是打上來就先說你先 我們今天就 我們採取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我們不會順著王道十二宮的星座去解釋 隨意的 好像今期飛升熱的 那就說他了 剛剛剛剛說完另一個星座 所以天蠍座就說了 我們接著又會再說其他星座 你打上來的又沒說到你的 沒有要求的 我一定會解答你的 嗯 所以呢 對 多一點點就打上來 對 那接下來會介紹什麼星座呢 這個呢 不如抽呢 跟我們Uonline有很識識相關的一個人 嗯 嗯 你這樣說我會有點眉目 哈哈哈哈 啊 這個呢 嗯 還不用問呢 都是呼之欲出的 是 那就是巨蟹座了 嗯 為什麼呢 不如留給你自己的觀眾 自己想一想 為什麼會這麼有關係 那我就抽了一張 先 那大家看看 那 哇 唉 要擺出來 樣子才是慢鏡 是 哈哈哈哈 其實自己好玩的 就是自己對著這個位置 有多厲害 你看看 OK 那這一張呢就是 魔鬼 嗯 好像 表面上好像一般 是啦 那其實呢 應該這麼說 魔鬼有時候 未必一定是完全是差的 要看看在什麼狀況之下 那2012年呢 據蟹座的朋友呢 要留意一件事 一件事啦 就是投機 買賣賭博 或者是處理一些人事的關係 是要特別留意啦 是 因為通常魔鬼這一張卡呢 是正正代表可能和人 或者是一些協調上面 或者甚至是處理一些金錢有關的 合約條文的東西 嗯 那真的要好留意一下 因為呢 這些都會容易出現問題 那就是說 可能是巨蟹座的朋友啦 今年 新的一年 那要留意一下 可能是一些錢人的問題啦 還有借貸的問題啦 還有可能是有 如果真的想做生意啊 或者創業的朋友呢 想一想先 還有就算真的做生意和創業呢 我給你的建議呢 就是要獨自 自己一個人做 咦 反而不是說 跟別人好一點嗎 不好 因為為什麼呢 魔鬼這張卡呢 正正代表是人和不好 哦 那你還跟別人合作 嗯 那你反而呢 就寧願辛苦一點 就自己做了 但是 也都是有一個矛盾點 就是說 人和不好 那你做生意要對人 對客的嘛 那就是不好 所以我就說 要辛苦一點 如果你真的 真的很想去創業 你就一定要自己做 嗯 第二呢 就是要處理一下 或者要留意一下 和客人之間的溝通問題 是 還有要 就是很懂得計算 就是做生意你不懂計算 就是不如不要做了 嗯 那在感情方面 因為創業本身的人呢 比較經常性都幾惹桃花的 嗯 還有呢 他人呢都是 不知道我統計過 我所認識的創業 其實我 就比較 有一點點 嗯 呃 那些叫什麼 懶是情深王子 是 就是那些 有一點點屈屈的 有一點抑鬱 不是抑鬱 是憂鬱 哈哈哈 憂鬱味很重 但是這種 是自我感覺 還是別人覺得他這樣 其實呢 他自我感覺 都是 別人對他的感官 都是 還有呢 經常是 是藏著藏著自己 嗯 給人的感覺好像滿懷心事 那如果假設性 這個是一個男子 這句話是做 那通常這個男子呢 滿懷心事的樣子呢 很殺吃的嘛 有時在女子的眼中 是 所以呢 要留意一下啦 今年呢 容易引起很多一些 一些比較 啊 閒花野草 嗯 閒花野草 我怕我眼睛 只會說錯了 殘花啦 哈哈哈 那所以呢 就是 要小心一點啦 千萬不要給其他一些 野花啦 嗯 那就影響了一些 真真正正 很愛你啊 或者等待你的一些 伴侶啦 那這個要留意一下 是 所以要留意一下這件事啦 健康方面呢 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魔鬼呢 是代表你的折制力不夠 那可能在飲啦 吃啦 以及睡眠的方面呢 要留意一下啦 那今年都不是一個 最好的狀態啦 嗯嗯 嗯嗯 嗯 那聽上去都不算太過差的 巨蟹座 都不是太差的 可以這麼說 是 那另外一個星座 問什麼好呢 嗯 哪個好呢 先說巨蟹啦 不如獅子座 獅子座 都OK啦 我身邊有很多獅子座 嗯 不知道為什麼 那特別是女仔 那抽到這一張呢 就是塔 高塔 是 那你見到我這張卡呢 其實是一個 有一個塔 好像雷風塔 一個巴黎鐵塔 嗯嗯 有一些雷電 有一些天氣 這樣砍了下來 那哇 好像好動盪啊 好突然啊 嗯 那樣 好像好可怕 那樣 我們看清楚一點點 那其實這張卡呢 正是代表呢 在2012年裏面呢 有很多新的突破 有很多突如其來的改變 是令到你自己都措手不及的 還有甚至乎呢 是你自己都沒有預計過的事情都會發生 那如果假設性呢 往年的時間是有分手啦 或者離婚啦 甚至乎可能是脫脫都好 那在新的一年有機會複合 嗯嗯 或者甚至乎可能是有機會有突如其來的新的戀情 是 所以呢 是所有東西都是倒轉的 嗯 還有是你自己預計不到的 那財運會不會說有些還財呢 會 同樣地呢 亦都會有大破財 哎呀 有來才有去 對咯 要留意一下 反覆喔 對呀 比較反覆 所以呢 通常抽到這張卡的朋友呢 其實又不需要太害怕 因為這張卡不是說你差的 不過呢 只會反映到你的狀況是比較反覆無常 而且好像天氣那樣 你不會預計到它什麼時候下大雨或者下小雨 你最多知道它是可能會下雨 是 是 所以變了你就要自己有一個心理準備 還有 這張卡其實都叫你避都不能避 不如神器自然 還有 享受你2012年的一個生活 享受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要學會享受的話 就算有任何突發的事件發生也好 其實都不是一些大問題 所以可以好好地放心這件事 嗯嗯 那接下來呢 又會跟我們介紹什麼星座呢 跟著不如說一下 水瓶座好嗎 咦 也好 水瓶座先吧 那我們看一下水瓶座 我身邊最近接收了一件水瓶座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不接收這個形容詞呢 不知道的 因為我相信它會聽到的 是 它是一個忠實的涌躉來的 是嗎 它是沒有粒不聽的 哈哈 那幫它抽到一張就是月亮 對門 那我這張塔羅牌的月亮呢 其實是比較優秀一點 那是看到有一個女仔 坐在一個彎月上面的一個新月 是 還有那個衣服藍樓 就是有一點點不好 很不開心的狀況 嗯 還有看到呢 面上面呢 其實可能鏡頭未必看得很清楚 那其實它面上面有一點點的傷痕 是 那很不開心 那所以變了也是預計到呢 水瓶座的朋友 不論男女都好 嗯 在新的一年呢 2012年呢 要特別留意了 情緒上面呢 真的那個 憂心啊 或者起伏會很大 那還有多數呢 會是可能是感情方面 都要留意多一點啦 還有這張卡呢 就要講的一樣東西 就是要學會包容 還有不要去猜度 嗯 因為這張牌呢 已經顯示到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越是猜度那件事呢 其實只會令到那件事更加複雜化 是 還有到頭來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嗯 那不如試下放鬆你的心情 不要將事情想到越來越灰暗 那當然啦 你可以問我 那會不會變回光明啊 那件事可不可以得以解決呢 那放心 這個世界上是有循環的嘛 嗯 那你現在是晚上而已 但是明天會天亮的嘛 是 那就是說呢 時間是可以解決到一個問題的 嗯 千萬不要衝動 還有這張卡呢 都預議了啦 財運方面呢 都是要留意啦 呃 有很多錢呢 是會洗大了 是 特別是洗在一些身邊人 家人啦 家人啦 愛人啦 或者是可能是 關於家裡的東西都會洗大了 嗯 但是還要是無可奈何的 是 所以要留意一下這件事 嗯 但是有沒有一些小小的好處呢 因為在財運啊 愛情啊 工作好像都比較差一點 那這張牌的好處呢 就是不要往壞的方面去想 嗯 這個是我唯一可以提示你的 提示啦 就是如果你硬硬要這樣想呢 其實沒有人幫到自己的 嗯 那這張牌呢 最主要就是一定要靠自己 還有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呢 給一點點時間 其實是很快天亮的 是 那水瓶座的朋友 又要積極點加油啦 那餘下下來的七個星座啦 究竟又會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回來再找Benny師傅聊一下 又回到今期熱爆的現場 我們的熱爆專線8101-1515 繼續開放 如果聽眾們你想知道多少少少 你的星座的細節 少少的問題呢 都可以打上來問一下Benny師傅 好啊 我們都很歡迎Ian丹 是呀 我們都無人歡迎 但是呢 我知道聽眾們都很心急的 一直都有留言說 說哪個星座 說哪個星座 不如接下來我們就說 白羊座先 好啊 好 就這隻 是 先看看 好 鏡頭的朋友看到了 其實是什麼呢 我要告訴我們網上聽眾 就是一張教皇的卡 教皇是什麼呢 是一張5號的卡 其實教皇是一個 這個男性的教皇 他是一個很慈悲 還有一個年長的老人家 其實看2012年的運程 白羊座 那我相信呢 他們會可能 開始追求一些 可能一些 和心靈有關的 質素的東西 嗯 例如可能因為白羊座 給人的感覺是很衝勁的 是 想做就做的 例如唱歌也是一樣的 想唱就唱的 嗯 例如我要做的事情 我就要做到為止的了 很有衝勁 很有火 那在新的一年 白羊座的朋友呢 其實呢 他會是 開始想得 長遠一點 還有會尖前故後 還有也看到呢 可能在工作 或者各方面的途徑裏面呢 他們會遇到很多長輩 去作出一些提携 嗯 所以我應該看 我預計在工作運 上面呢 其實應該也有很多人幫忙 是 特別留意就是 一些年長的長輩 嗯 所以是不錯的 至於感情上面呢 大家看到教皇下面呢 其實是有兩批人 一批人 有不同顏色的衣服 那是正正代表呢 大家是好像有點不抽不彩 那我會看到呢 就是也都預計了 一二年裡面 八樣座如果是有拍拖的朋友 嗯 要留意一些咬叫 甚至乎可能會驚動到 家人呢 還有可能需要一些朋友的幫忙 去跟你做一個協調 嗯 所以呢 其實最後都會迎人而解 是 不過呢 就會多了一點點的咬叫 嗯 嗯 那接下來呢 又會為我們介紹什麼星座呢 什麼好呢 嗯 不如就雙子座 雙子座 嗯 剛剛講起教皇下面兩個人 又不令我想起兩個人的雙子 嗯 好了 最近也是要轉一轉慢鏡 給這個鏡頭的朋友看一下先 那當然呢 我也要讀給我們的聽眾聽一下 就是太陽 對 那很漂亮的這張卡 那其實太陽這張卡呢 正正反映到2012年 啊 雙子座的朋友呢 啊 很多事情 或者甚至乎 準備當中的 啊 個案啊 或者甚至乎是在做的事情呢 都會得意發展 而且好像太陽一樣 發熱發亮 嗯 還有一件事就是 人緣啊 人際關係 網絡很好 很大 是 亦都很配合他的性格 很貪玩 所以雙子座的朋友呢 在新的一年呢 應該會結識到很多新的朋友 還有每一個朋友呢 都有對自己有一些助力 可以幫到自己的 是 非常之好 如果沒有對象的朋友呢 今年可以從一些朋友堆 或者朋友介紹的 挺好的 咦 那倒不錯 整體 我知道好像我們身邊也有一個朋友 好像是雙子座 是 是 是不是那個姓葉那個人呢 哪個呢 我一時升不起 好像有個S的 哈哈 有個S的 是 哦 是不是他呢 不知道 不要緊啦 但是雙子座的朋友都很好 那跟著問哪個好呢 嗯 雙子之後 天平 對 天平 對 好 齊耳 看一張 這一張呢 其實是一張 咦 是皇帝牌來的 嗯 其實天平座 在2012年呢 抽到皇帝這張卡 正正代表呢 他們本身可能在發展的事業上面呢 會有機會更加穩固 是 會更加如日放縱 但是有個問題 是非小人是不斷的 那還有也都要留意回 當你越好的時候呢 也都會有更加多的人呢 去 就是 就是 哀如奉承你啊 嗯 那還有也都會是可能拆你的鞋 那大家要留意一件事啦 那就不要那麼耳仔軟 也都不要因為這些這樣的 啊 虛榮感 就 顧色養肩 我會覺得 那還有 做事方面不錯的 不用擔心 那主要注意一下 可能一些 選朋友方面那裏要小心 是 因為一下子多了很多一些 真的小小小的朋友 就是真的 就是小人呢 對 就是這樣 所以要留意回 那另外就在感情上面 要留意一下那些壞脾氣啊 通常呢 初到皇帝牌的人呢 都是脾氣比較大些的 是 不論是男仔還是女仔 都會是很 很強悍的 就是有一點點不聽人說 嗯 甚至是很執著的 那你對的就是對的 但有時候你未必一定是對的 是 所以要留意一下 天秤座的朋友 嗯 OK 接下來呢 就一定要說這個金牛座 為什麼呢 介紹了那麼久都還沒有說金牛座 好啊 我知道呢 我們網上呢 有些留言都說要問一下金牛座 嗯 那其實 看看先 鏡頭上面看到金牛座是什麼 啊 這一張是一張戰車 是 是 一個戰神的樣子 那其實呢 是代表什麼呢 這一張牌呢 在這個號碼裡面 是7號 咦 7號很適合我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佳恩在下都是金牛座的 對 所以我怎麼都很難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金牛座的朋友 我一定讚好的 哈哈哈哈 OK 那我們 好啦 說正確一點吧 金牛座新的一年 2012年 那都是很忙 很衝勁 會不會多挑戰呢 會啊 也都很多人 挑戰我 是 哈哈 挑戰金牛座 那這樣子 其實呢 金牛座的人呢 以往都是一個很沉實的人 嗯 也是很務實 是很一板一眼的 是 也都很有 知道自己的目標 以及很認清自己的方向 但是在新的一年裡面 抽到這一張塔羅牌 是7號戰車 正是代表 可能是 明年會有機會發力 嗯 就是可能向著有 某一個目標 向著進發 有少少少勢而破竹 就是你撞過來 只會撞死 是 還有還有一件事 看到這張戰車的時候 其實也有前面有一對戰馬 嗯 是兩個不同顏色的馬 黑白 我這一個就是 有少少藍色 還有紅色 嗯 其實也是想說 一個反差的效果 還有也是代表 可能和你競爭 或者是有對手 嗯 這一類型的東西 還有你會看到 整個感覺 戰車都是代表一些 動動 是 我們都預計到 我接下來都會很勞力 嗯 真是慘 那感情方面呢 感情方面 依然都好像這張牌一樣 很多對手 對手就沒有什麼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不是要出去打仗嗎 其實這張牌呢 是有很多人去爭你 哦 因為轉車這張牌呢 好像有點黑色 好的 轉車這張牌呢 代表呢 要不就你去爭日 要不就有很多人爭你 還有整個感覺呢 是很 就是好像開行了一個馬達 是 那你會有機會 成為眾矢之敵 嗯 在整個人群當中呢 你會是明顯地 出雷拔碎了出來的 是 那會令人很吸引 那變了要留意一下 那可能如果有人爭你的話呢 就不要太自滿 因為有機會呢 呃 你被人爭得多的時候呢 那些人呢 會在那裡打架 嗯 那如果假設性是你去爭人的時候呢 不知道為什麼會特別暴躁的喔 那可能呢 會衝動啦 會做了很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啦 那所以要留意一下這件事 是 那身體上面呢 要注意一件事啦 過勞啊 雖然呢 你是很厲害的 你是很厲害的 你是非常棒的 是 就是要休息啦 都要休息啦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啦 是 其實我沒有做馬的 但是真的很坦白 真的有時候我都要為金牛座的朋友說 如果真的很忙的時候呢 我想真的 連休息的時間都不輪到我們控制了 是 近這幾年呢 我都開始體會到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呢 嗯 其實我現在很硬的 我也知道你累了 所以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剩下那三個再找你揭曉 沒錯啦 由於時間的關係啦 那當然是事先呢 已經是做了一筆 不是抽就抽 被抽 就是任馬座抽到一張女王的卡 可以給鏡頭的朋友看一下 女王是怎樣的呢? 我這一套卡的女王很雍用華貴 新穿一些藍色的晚禮服 還有一些後官有很多珠寶首飾 很漂亮很漂亮 其實在2012年裡面 任馬座的朋友可能是賺錢的方法 或者是賺錢的方面 甚至是你工作的方面 就像這個女王一樣 簡直是如虎添翼 也都是帶了金銀珠寶 一命都可以 是 找到很多 一定找到 放心 所以任馬座的朋友不用擔心財運 或者金錢上的問題 事方面要留意 可能有輕微一點的下屬 不是很服氣 或者如果你說你本身是下屬 那你要留意 那你要和你的上司方面 要協調得很好 特別要留意 幫到你的一定是女上司 那就不會是男上司 所以要留意 也要留意 雖然幫你的是女上司 但是有一個情況 也會容易惹人妒忌 所以要小心一點 要做一個中間點 一定要在一個平衡上 做一個中間點 才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感情方面 會不會容易找到呢 感情方面 應該會有一個對象 會出現的了 如果2012年 如果未有對象的朋友 應該會有機會有一個對象 但是就看到 會是一個 傾慕 暗暖 愛慕的階段 如果大家想有再進一步的發展 那可能需要少少的耐性 因為女王這張卡 是說耐性 還有千萬不要胡思亂想 這樣就會破壞了整個氣氛 或者整個關係 所以千萬不要因笑失大 接下來就不如說說雙魚座的朋友 好 兩萬眾期待的雙魚座 其實就是抽到一張 叫做智慧老人這張卡 Hermis 其實這張卡 其實是一張 比較孤獨感 重一點 還有瘡瘡味 緊要一點的一張卡 其實是一個很有智慧的老人家 也代表在新的一年 無論在學識上面 進修上面 在學習方面 都非常理想 但是奈何 就是自己有時候 太過孤方思想 不是太聽人說 可能在感情上面 會有一點影響 所以最好 就是 新的一年 雙魚座的朋友 要多些聽身邊人的意見 多些聽朋友的開解 就不要經常想人一變 你就算厲害 都沒有用 都沒有人認同你的話 你都不是叫厲害 你厲害 最重要是有人認同 當然 要留意一下 今年新的一年 健康上面 要特別留意 可能是腰以下的地方 例如一些腳患 或者可能腰骨 脊椎 這些問題 要留意 還有我不是太建議 雖然新的一年 雙魚座 走動性都高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用來學習 或者因為讀書 或者是進修而動 其實非常之好 但是千萬千萬不要自己 無緣無故去 又要玩些什麼攀山 又要行山遠足 就不好 因為看到 反而會有一點意外 所以要留意一下 這個問題 小心一點 這些雙魚座的朋友 剩下下來的 儲女座的朋友 又是怎樣 儲女座的朋友 今年我和你抽到 就是女教皇這張卡 鏡頭的朋友 可以看到這張卡 這張卡 我畫出來 就是一個修女的狀況 一個狀態 也是很漂亮的 修女 給人感覺很動色人心 也很關懷別人 所以儲女座的朋友 依然好像他的性格一樣 很關懷別人 很關心別人 但是有個情況 過分的關心和慰問 可能會被人感覺 會有一點煩悶 或者厭倦 還有儲女座的朋友 也是 在2012年裡 其實經常都會 自己都收藏自己 不善於去表達自己 經常都會故步自封 就是自己以為自己 對的東西 其實可能是錯的 所以自己要留意一下 儲女座的朋友 感情方面 特別要留意 因為看回2012年的感覺 我看到都是比較單身 因為這張卡 都看不到有其他人 可能會比較孤獨感 重一點 但是 可以試一下 把這個能量化為正面 可能去幫助一些人 做一些義工 或者做一些關懷人的事 其實對自己的運程 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要留意一下 還有今年新的 一年處女座的朋友 要學懂一句說話 施比獸更有福 即是說你不要計較那麼多付出 反而你先付息 可能你以後得到你的回報 會更加大 所以要給點耐性 還有不要經常都想在一邊 也不要過分關心 形成一種煩惱 或者甚至乎一種煩厭的話 我相信會更加人見人愛 聽完Bennie師傅 今晚跟我們講完十二星座 未來年的運程之後 短短的時間 不知道各位朋友 你們聽完之後有什麼感想 不妨可以 我知道 有很多朋友聽完之後覺得很單 好像沒什麼起勁 有些聽完之後覺得很好啊 不妨把你們的疑惑問題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網站留言版 分享一下 Bennie師傅都會回答你們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 今期熱爆同樣會有一些熱爆的嘉賓 就是跟大家見面 是誰呢 下個星期告訴你 拜拜